我有一台空气炸锅 今天做一个山姆牛肉卷 我还没去过山姆 我也没吃过牛肉卷 搞一下 肥牛卷 正好上次做肥牛饭剩下半分 两勺松车 一勺料酒 我家没有料酒 一勺好油 这个我就直接倒了 来点胡椒粉 再来点五香粉 给它抓匀腌个三十分钟 它还没有完全解冻呢 然后我们来切些洋葱 之前有粉丝说 寒口水切洋葱 就不会拉眼睛了 我听了十遍 我也没听出来 我当时说的是啥 真的不拉眼睛了 放屁 该拉眼睛还是拉眼睛 这些洋葱都给吃了吧 时间长了 我怕它坏了 锅里倒点油 这油是不是有点多 而且我这个锅 是不是中间是凸起的 这个油为什么不在中间呢 把我们这个洋葱都下进去 给它炒熟 给它煸炒一会 我这洋葱也太多了吧 我这不是三亩牛肉卷 我这是三亩洋葱卷吧 正常你还要放点这个柴椒 让它这个颜色更好看一点 但是那玩意根本买不着啊 现在正常菜都抢不着的 那更是稀缺 感觉我这个洋葱切的块太大了 我应该切成那种小笛的 太大的 它有的地方不好熟 感觉 直接在锅里头给它整成小的 这个小洋葱炒的差不多的时候 然后把这个肥牛放进去 给它得炒一下 这不跟我上次做肥牛饭一样吗 只不过上次放大米饭了 这次放饼里到了 给它加入一勺生抽 直接用这个目测 一个老练的厨师直接平手感 一勺生抽 一勺豪油 差不多了 给它翻炒收支 先尝一个 肥牛洋葱 开垫吧 开垫 一程结束 开垫去了 准备一个手抓饼 把这个馅放上来 我这饼也太小了吧 太小了 放点这个芝士 马苏里拉芝士 然后给它裹起来就行了 就这样吧 露出来了 完了 我这饼太小了 怎么办 再整一块手抓饼 我还有最后一块手抓饼 我本来还想留一块手抓饼 没想到都要给我消耗了 这还没解冻 跟那大肥盘 要不然就这么烤 我等它解冻 得等半天 这是啥东西 190度烤20分钟 趁它烤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垫吧点 干吃有点太咸了吧 但是倒挺好吃 这个拌饭才早下饭了 这个洋葱炒完了好软 而且很甜 特别好吃 然后这个肥牛 有一股烤肉的味道 OKOK 激动人心 不是很激动 说实话 我这送进去那个样子 我就觉得不能好 这是什么造型 这不是山姆牛肉圈 这是山姆牛肉饼 切开吧 也没有拉丝 就这样吧 尝一勾吧 看看里边 屋叶子 看起来很好吃 烫 烫 但是是好吃的 我觉得这个直视吧 放不放没有什么区别 我根本吃不出来 这个洋葱 你看都已经黑了 也就说明它已经足够的熟透了 很甜 也是有一点小拉丝的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这个好 没包好 我这个手拉饼是不是有点小 就这个馅 拿什么包 它不好吃 是吧 而且这个饼 真的很脆 锅里刚才剩了一点 都给吃了吧 我这是干嘛呢 我为什么不煎个手炸饼 然后就是吃呢 我还得非得给它 过一起再烤一下 还多了费了我一个手炸饼 它这个饼边烤的真的很脆 我给你嚼一声 你看看 我感觉我在吃石头 那么硬呢 什么 就已经打到那种个牙的地步了 家里还剩瓦拉吐司 做个甜点 牛奶吐司块 先给它切成小块 太多了 一锅装炸 你可以吃点 倒一盒牛奶 再打个鸡蛋 加点炼乳 给它久拌均匀 这蛋怎么不碎 变色了 变色了 瞬间就变色 把这个面包浸泡进去 让它们吸满这个 水 红鞋炸锅 这个烤面包 我觉得是很不错 烫它这样好不好吃 不会放不下吧 180度 20分钟 还有几块放不下了 我就直接给它煎了吧 这个平底锅 贼垃圾 贼垃圾 它这个中间糊的可快了 四周没什么热量感觉 这么做能吃吗 四周啊 都给它煎到位 哎呦 一夹都冒汤了 哎呦 糊了 这么快 OK应该是好了吧 市面都烤焦了 但是呢 你看 它里边感觉还是 爽爽的 外边是焦焦脆脆的 里边是西囊的 嫩嫩的 这可能就是他们说的那种 外焦里嫩吧 先尝个小的吧 牛奶吐司块 好奇妙 感觉像烫烫烫的布丁一样 它完全没有面包的那种感觉了 根块捏不死了 捏了吧 这外边不脆啊 就是烤黑了 但是这种做法也不错哦 也不错 新的吃法在于尝试哦 别忘了中途给它拿出来翻个面 哎呦 这不是金黄又银吗 干板的连体来的 感觉能挺好吃哦 能不能开店啊 开店卖这个的话 你一锅能多少钱 一锅二十 有点贵 十块吧 OK的 看看什么 哎呦 这看起来感觉还不错吧 还不错 炸馒头片似的呢 尝尝看怎么样哦 嗯 奶香十足 热乎乎的特别好吃 面包边边吃起来更是脆上加脆哦 吃起来感觉有点像炸馒头片 就那种裹上鸡蛋的 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 只不过这个换成面包了 尝一下这个面包皮烤完是什么样 这个面包皮烤完了 贼有韧性哦 贼有韧性 调不烂有点啊 有点费力 有里边 里边特别软和 有一股流心的感觉 它就是味道有点淡啊 加点链肉 链肉 有味儿的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烤年糕 我看他们都是用那种大的年糕 但是我家只有这种小的了 这不会是长毛了吧 这我一直放冰箱里来着呀 那不是毛是灰尘 哎我要想吃那种大年糕的话 我不给它掰开不就得了 我直接拿着一块不就完事了 准两块得了吧 先给他们放水里头焯一下 但是我估计焯完了 它就解体了呀 然后我们来调个料子 整点这个番茄酱 放点白糖 再来点芝麻 炼肉 它正常要放那个什么 韩式辣椒酱和辣椒粉 但是我这俩我一个没有啊 放点五香粉 就有啥放啥吧 胡椒粉 二两 蜜质小甜酱啊 有点像烧烤料一样 再加一点点水 给它那个化开 哎 它居然没有分开 我也能吃这个大片年糕了 好 给它这个表面上 刷点油 180多千烤十分钟 倒点了倒点了 嗯 再给它刷上我们的蜜质小料汁 这不得前后都得刷呀 哎呀 太黏了 这个年糕啊 再给它烤十五分钟 OK 看一看成品啊 叫什么来着 这个叫脆皮大年糕 看着挺不错的啊 金黄又嫩 应该能吃吧 嗯 外硬里嫩呢 外硬里嫩呢 这外面怎么这么硬啊 哎 老年牙了 外头倒是能吃到那个酱味 所以说这个成不成功 完全靠酱呢 我站着尝一下 嗯 我这酱不太好吃 嗯 吃着一股胡椒番茄味啊 但是这烤年糕吧 一般 一般 不行 等我那个啥 等我解封了 我买那个韩式辣酱 再买个那个大年糕 那种烤着吃 我得试一下 但是你别说还行 我吃一会儿的 还觉得还还可以了 有点像可食用泡泡糖 啊 太黏的 可食用的泡泡糖 如果你吃泡泡糖不能咽 但是这个是可以咽的 然后这个泡泡糖还是甜口的啊 OK 如果选本期视频 千万不要忘了 点赞关注 OK 哎哎 不行不行不行 我真不敢 我真小会 我真小会 隔离十多天了 感觉好长时间没有吃到甜点了 这嘴巴很难收 之前好多人让我做这个旺仔冰淇淋 然后我家里还有旺仔 搞一下 两罐旺仔 这个旺仔 我怎么感觉就像稀释的炼肉一样的 200克蛋奶油 哎 直接给它染色了 加点炼肉 它那个视频里是这样的 两勺奶粉 三勺玉米淀粉 给它们搅拌均匀 再开火 这是什么做法呢 我也不理解 这跟冰淇淋有关系吗 这都是大面嘎的 怎么搅拌均匀 然后什么玩意儿给它搅一下子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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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咯咯开的吗 然后他说给它小火煮热 他说煮热还要给它倒回罐子里头 这什么意思 我还在给它开个口是吗 我就直接给它倒我这个小杯子里边 这个锅我感觉一到不会散了 猛到 哎 真好 哎 我操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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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 我给你倒出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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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拿这个抹布袋 然后给它拿过来冷冻一宿 放不进去 放不进去 就差这么一点 放不进去 还得换个容器是吧 哎 换个碗吧 是不是想折腾死我了 这还得刷个碗 冷冻一碗 冷冻一碗 但是今天也得吃点啊 前天买的吐司还剩一片啊 正好做个苹果吐司 不给它去了呀 苹果片肯定不是这么切的 但是我也能切出来片 就这样吧 我尝一个 嗯 很脆哦 蛋黄给它加点酸呢 哎 它也没说加多少 给它搅匀哦 面包给它压一压 压个坑 哎 这面包怎么这么硬似 这不就出来了 嗯 然后给这个蛋挖上去 好 给这个吐司 不是 给这个苹果挨上去 直接给它放烤箱里 不是 叫啥 空气炸锅里 170度15分钟 OK 露克露克 苹果 苹果吐司 苹果吐司 这怎么好像烤成苹果干了呢 尝一口 嗯 这个吐司烤完了是真好吃啊 脆脆的 但是这个苹果 这个苹果烤完跟罐头似的 它不是脆的 这个苹果不是脆的 它是软不辣挤的 太行吧 太行 可能是我这个苹果没啥味儿 正常苹果是甜的 要不然就是偏酸一点 我这苹果没啥味儿 俄罗斯方块 俄罗斯方块 我本来以为这是个甜品 结果它不甜 手动变甜 加点链肉 嗯 甜了 顺便把晚饭给做了 跟面包片肯定吃不饱了 煎几个生煎 上次我做了五个 做生煎那个炒面是真吓人 等会你们看就知道了 第一步加入油包 盖盖煎五分钟 按照他说的来 花纹朝下 然后加入油包 这个油包里头 它是油跟水都有 盖盖 中火 我先跑了 你们在这看着吧 你看这个监生煎多吓人啊 这晚上怎么可能 自己在家做着吃啊 太吓人了 别 别给我 别给我震开了 哎哎 不行不行 我真不敢 我真小火 我真小火 今天吃的 吃生的我也 别给我崩死啊 第二步是给它变成小火 我这已经是小火了 再煎两分钟 不知道的以为我在家玩什么枪杂营器呢 第三步我有点不太理解 它让我给它改成中火 给它摇匀了 别让它粘锅啊 那我就摇它吧 给它摇匀啊 别让它粘锅 根据个人口味撒上花和芝麻 我就只有芝麻了 所以我的个人口味是只能放芝麻 放完了 他说再加盖焖一分钟 焖着吧 哎 这做个饭跟打仗似的 OK 经过一番口战 终于把这个生煎包子整好了 那我们就是来请尝一下今天的晚餐吧 它是什么馅的呢 季菜猪肉 好吃这个馅 看着是不是挺不错的 嗯 哎不是 生煎 哎这个还特么露馅的 哎我记得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我吃过生煎 它底下是是是黑的吗 我忘了 但是我们尝一下吧 嗯 它应该熟了吧 它应该熟了 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 底部很脆 馅也很这个扎实 然后皮呢 有点糯鸡鸡的 糯鸡鸡 那糯鸡鸡有没有可能是没全熟呢 吃完两小时就开始窜息了 这个季菜我我我好像在北方 没吃过 没吃过 就是来上海 我还我才看到有什么季菜 馄饨的 什么生煎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嗯 我觉得这个底下这个壳 还OK 因为我没吃出来苦味 我没吃出来苦味 也就是说它没那么糊 呃 没那么糊 今天的这个隔离晚饭 就是一个苹果吐司 加五个生煎 五个小生煎 我觉得这个味道上来说呢 真挺不错 但是从这个操作上来讲呢 我不会再做了 我真不会再做了 我做尖角还行 你要是再让我做这个生煎包 我是不乐意的 我是不想做的 其实我不想做的最主要问题是啥呢 这个刷锅还好说 这个锅盖子让我绷得全色 全色那个油 哎呀 真烦 这生煎包还是直接吃外卖比较好 但是味道还可以 味道还可以 冰淇淋来喽 这是啥东西啊 这为什么多出来一块啊 这是冰棍还是冰淇淋啊 嗯 等它画一会再吃 哎呦 嗯 我就睡了一觉 差点把这个忘了 软和了一点啊 玩一尝 这是冰淇淋吗 嗯 进嘴里头全是大冰茶子啊 这个哪是汪汪冰淇淋 这不是汪汪碎冰冰吗 意外解锁了啊 意外解锁了说一次 但是也挺好吃的啊 它毕竟忘了牛奶 它就挺好喝 说实话 我不会再做了 是我哪块有问题吗 但是吧 这样也行 每天拿出来快点吃 我估计能吃个三四天 但是你要说两块忘了牛奶 那我可能一天就不玩 OK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 点赞关注 我不OK 哇 好多人爱他我 这份超级好吃的薯条 我还没根本找不到 这份超级好吃的薯条 今天我要搞一下 原则一 土豆有多长 薯条就应该有多长 原则一 土豆有多长 薯条有多长 这土豆条怎么切的 哎 不对 不是这么切的好像 哦 它是这么切的 都切成这种 半圆半圆的 原则二 高品质的薯条 得带皮 这是最好吃的薯条 原则二 高品质的土豆得带皮 我这还带八呢 是不是超高品质了 跟那个上战场 让人拿一点 知道 我这个土豆看的品质 也不是很高啊 看这个带皮咋吃啊 这黑丘的 真没几个好土豆子 好土豆子就俩 就切这俩就得了 薯条先用海盐橄榄油腌制 薯条用橄榄油和海盐腌制 也没说放多少 让人很苦恼 放两勺吧 把大蒜的头部 直接拦腰斩断 用锡纸给它包住 大蒜顶部淋上橄榄油 完全用锡纸给它裹起来 大蒜给它拦腰斩断 锡纸给它裹起来 淋上橄榄油 哎 这怎么有两颗大蒜 没贴给呢 哎呀 给它封紧 让它变成个团子 银宝石 把薯条和大蒜都转入空气炸锅 180度半个小时 转入空气炸锅 180度半个小时 中途给它翻个面 这么焦黄啊 看起来很成功的样 先把这个大蒜拿出来 哎 我们把底下盘都翻起来了 完了 给它翻到那个缝子里头 进来给它加烂了 这两天小区疯了 抢菜是真难呢 还好我姐前两天给我送了一堆吃的 什么蔬菜肉都有了啊 我只能说老姐YYDS 等那个薯条做好我都饿死了 先整个非碟面吃吃吧 这个面也是我姐给我的 在上海活的纯靠我姐了 把水倒出去 这什么口味 鱼香肉丝 这么怪呢嘛 鱼香肉丝味的方便面我吐了 嗯 很怪 酸甜口的面就像那个面 煮完了加上白糖和醋一样 一股糖醋味不太好吃 一般货色 我觉得在这个方便面界 它数不上 它数不上 它里边就一个酱巴 一点小蔬菜碎啊 没有什么料 然后把大蒜拿出 记得套着锡纸去挤 否则超级烫手 套着锡纸挤大蒜 先给它拆开看一看 嗯 闻着有很香的大蒜味 已经变成 变成泥的状态了吗 套着锡纸给它挤一下 烫死了 还是很烫啊 它拿着我烫出来了 应该再垫一层锡纸 一层不够的 哎 就这样 有点小汤 这个就是好吃的大蒜泥 里面再挤上美乃滋 美乃滋 没有美乃滋啊 我有沙拉酱 蛋黄酱 番茄酱 芥麻酱 炼乳 就是没有美乃滋 怎么老要新酱呢 我们就来自己调一下吧 加点蛋黄酱 加点炼 这少来一点芥麻酱 再来一点沙拉酱 加上欧芹 没有欧芹的用香菜 没有欧芹的香菜也没有 那就用黄瓜吧 它俩这个颜色也差不多 切一半就行了 这个蘸那个酱能不能好吃啊 薯片都有黄瓜味的 大家还那么喜欢吃 那黄瓜味的薯条 应该也很容易接受吧 切成块给它搅成黄瓜碎 来代替这个欧芹碎油 放不下 等一下只能整四块 怎么没过碎呢 这大块 什么意思 是曲儿不对吗 加入我们这个蜜质黄瓜碎 这样它就很清香了 你懂我意思吧 你吃这个薯条 它就不腻了 说实话 我这个看着也挺不错的 把这个薯条夹进去 给它们搅拌一下 看着真的不错 这个叫啥叫 蜜质蛋黄 沙拉 炼乳 芥麻 黄瓜薯条 怎么样 启明大师了 说一次 它这个蒜香真是绝了 这个蒜香配上那些乱七八糟的酱 再加上黄瓜的清爽 你还能吃到那个黄瓜的小可力 哇 很绝 唯一我觉得差了一点就是这个薯条 它再吃一点就完美了 就说一次了 这个薯条真的很简单 有对象呢 可以给对象做一下 非常不错 我们再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小盘里头 瞬间它就从30块钱变成55了 是不是瞬间就有那个西餐的味儿了 太灰了 怎么越来越 整边上去了 最终完美是这样的 甚至呢 咱就是再给它配上一个这个小黄瓜放在这 太 哎呀 我绝了个屁了 就是你吃的时候还能感受到那个黄瓜 嘎吱嘎吱的 太满足了 哇 这个酱 也真的 别浪费 哇 这酱不是占谁店都好吃吗 给面包上也来一点 这不纯纯碳水炸蛋吗 这是大蒜土豆三明治 就是有的大蒜没转成泥还是块的 OK 如果喜欢白鸡视频千万不要了 点赞过去做 最后 在上海的小伙伴 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 或者是有什么困难 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上海疫情互助 填鞋所在地联系方式和具体需求 平台和媒体会尽快联系您的 最后就祝大家好好吃饭 身体健康 可是我这个是真的有点恶心了 带着点怪异 我做个木乃伊小面包 手指头饼干 今年我们也来做个万圣节小美食 搞一下 这次我们做几个简单的 就是你们看了也能跟着做的 手抓饼 这个我们都能买着吧 给它切成一道一道的 然后准备几根香肠 就这种直一点的比较好 当然别的也能做 把我们的手抓饼给它捆绑上去 我们做的这是个木乃伊烤肠 给它一圈一圈缠上去 就跟那个绷带似的 上面这块留一段 我们到时候放一个小眼睛上去 这个真的很简单 一张手抓饼可以做三根肠 差不多 再给他们三个身上刷上蛋液 他们仨现在这样 好像是被我绑架过来的 我好像是那个妖怪 要给他们烹饪了 180度10分钟 烤好了看看怎么样 爆开了一个 那个有点烤过头了 没事啊 更吓人了 更符合咱们这期的主题了 爆了一个 但是问题不到 然后我们给它安上眼球 有卖那种专门的烘焙眼球糖 那个可能便宜点 但是我这没时间买了 我直接在超市里头 买的这种软糖 我看能不能用 蓝眼球啊 掉伞了呢 这都 哦 它就是这个糖太大了 还是我这个肠小呢 我看别人做那个都是 可以放俩眼睛 我这个眼睛太大 肠太小 只能放一个眼睛了 还好我这个中间位置 留的够大 给它蘸点这个番茄酱 更好的粘上 我画了个小盘 我发现 这个软糖已经被底下 热乎乎的肠给融化了 它俩已经融合成一体了 我们上面再装饰一点番茄酱吧 虽然大家想的是恐怖 但是其实做出来都挺可爱的 不是我这个是真的有点恶心了 带着点怪异 是真正符合万丈节美食的做法了 很怪 它要全化了 话不多说 品尝一下吧 啊 拉丝了 先尝口屁股吧 木脸一屁股 嗯 带点番茄酱 有种爆浆的感觉 排除它的外貌 当早餐非常合适 我来尝一口这个 糖这块吧 哦呦 感觉吃了一口糖浆 经典甜咸口 第二款 咱是真的要做点这个可爱的万丈节美食了 先用牙签勾出来你想要的图案 呃 我勾的是一个拿过 然后我们给它剪下来 OK 还是空气炸锅 把你剪好的图案 放在这个面包上面 180度 只需要6分钟 哎 我的锡纸呢 我这空气炸锅一开 它飞上去了 这怎么 需要给它固定一下吗 OK 我在锡纸背面抹了点水 希望它能沾上去 OK OK 不行是吧 这样行了吧 这样总可以了吧 你还怪会找镜头的 OK 没事 我家还有烤箱 OK 烤完了 看看怎么样 哎 看不看着 有一点这个印子 OK 我们整点炼乳 或者是巧克力 可以按着印子 把你想要的图案 哎 等会我这个手不好使 这怎么线的不直6呢 没事就这样吧 可能是口太小了 哎 行 第一个 昏过去的小南瓜 熟能生巧了 家人们 第二个 我是想画一个小幽灵的 比第一个好多了 OK 再给它画上眼睛 哦 怎么这么憨呢 这个冰激凌 不是 幽灵 这个幽灵 得画个小牙吧 杰作 你别说猛一看 还挺好看的哦 是不是 你这小面包手里一拿 发个朋友圈 嘎嘎有排面 显得你是一个 非常热爱生活的一个人 看时间长了 觉得挺好看的 说实话 而且它能吃 而且 哦 后边果然烤的有点过火 但是其实后边这个颜色正好 颜色重一点 然后你中间是白色的 可以画画 嗯 小南瓜嘎嘣脆 后边焦香 焦香 有点苦 但是很简单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做出来 最主要不难吃你知道吧 作为你这个万圣节的早餐 有面包 有这个香肠啥的 非常不错 万圣节 怎么能少得了南瓜呢 来做一个我看起来感觉很简单的南瓜巴斯克 这个南瓜有点丑 但是符合咱们这个主题 先给它上锅蒸个十分钟 哎呦我这锅盖太小了 锅盖给这个南瓜皮烫坏了都 南瓜我们把它上面这个头啊 给它削下去 然后把它这个肉啊 给它挖出来 呦 它刚才是不是裂了一下呀 啊 可别给它整裂开呀 我们是要用这个南瓜当碗 去整的 啊 是我蒸它时间不够长吗 它怎么这么不软糯呢 它怎么表皮这么软糯 然后馅这么硬呢 我真不理解 但是没事咱硬做吧 硬做吧 把它籽都给抠出来了 但是应该没事 等会我们外边还会包上一层锡纸 给它固定一下 你看全裂开了 这个让我怎么搞 正常来说咱们要把它里边这个南瓜皱 刮出来一点 但是我现在这一刮 它就要散架了都 咱就直接做馅吧 好吧 哎 没事啊 家人们 它最后也是要包这个锡纸的 100克奶油奶酪加上20克白砂糖 给它俩先融合一下 这个也是很简单的一个甜品 它只需要搅一搅烤一烤 但是这个南瓜我是没想到会处理成这样 可能是蒸过头了 把它外边蒸的也很软 给它们搅匀之后 加入一个全蛋液 分三四角 给它们融合均匀 再加入4克的玉米淀粉 然后这个时候还要加就是南瓜泥 但是咱们那个南瓜你们也看懂了 很难取出来南瓜泥 往一取的话它就得裂开 但是我这个勺上还有一点 哎 用进去吧 有点湿点 最后加入我们100克蛋奶油 给它们搅匀 再给它过筛一下 我其实感觉做这个甜品啊 特别好玩 但是呢 做甜品要洗的碗是足以多的 又要洗碗 又要洗这个各种道具 整好一碗 整整整整整整整好好 一点不浪费 烤箱120度20分钟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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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它烤的时候我来拆个快递 有个粉丝说给我做了一个流麻 我都没听过 来看一下 喂 这不是我做的那个啥吗 那个什么 那个馒头 榴莲馒头吗 哦 双层气泡流麻 什么意思呀 远离贵重物品会漏油 不能磕不能摔 喂 季宝石 哎呀我海绵宝宝的 我这个好厚重啊 这个是我去香港吃面的照片 视频里都截的 这些都是我做过的菜 它里边还有一些可以流动的东西 很怪 小熊饼干 科技虾黄 怪鱼馒头 永远不死 挺好看的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流麻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就当它是摆件了 放这吧 正好能靠一下 拍力得上 来个自保时 除了中间这个人都挺漂亮的 上面起焦褐色了 它起码是熟了 咚咚的 现在把它拿去冷藏个30分钟 就可以吃了 OK 它现在这个冰冰凉凉的 切开看一下吧 以我这个烘焙经验 它不对 它没熟 我再烤一下吧 它裂开了 所以我包了两层锡纸 这个是导致它没熟的原因吗 商量个事呗 就这个难过 要不然你们就别学了 是真不熟 我之前是不是也做过巴斯克蛋糕 但是就没成功过 人家是120度烤 我都200度烤了 我烤它10分钟还是吸囊的 怎么事呢 上面倒是凝固了一片 流心也不是这么流心的巴斯克 别流心 我还得刷盘呢 OK 我宣布这个是万圣节最恐怖的一餐 对于我来说 有一股奶香 制作中间液体的材料 应该都是可以直接食用的 现在其实可以直接吃 我奶酪味十足 没吃过这么香甜的南瓜 我也很好吃 南瓜再奶酪汤 可惜就是正常做法不是这么多的 这个瓶我不吃了 我忘了洗了 我就吃里边这个瓶吧 它里边唯一不能直接吃的应该是玉米淀粉 但是已经夹着这么长时间了 也是可以的 奶酪淡奶油都可以直接吃 味道挺不错的 如果它成功 我感觉能更好吃 前两个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OK 如果喜欢这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欧不开 前段时间邻居给送了点罗宋汤 罗宋汤我没做过呀 我也想搞一下 咱就是本着礼尚往来恩将 知人图报 知人图报 咱就回馈一下 我看他们罗宋汤里放的都是牛肉 但是我家只有猪肉了 猪汤骨 它是三号到一起 但是我一直冷冻起来的 肉一般冷冻都能放很久吧 咱就是做个猪骨版的 这个猪骨 咱们先直接给它煮熟 我也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对的 但是咱就是根据我这个厨房经验 这一步我是想去去行 但是我突然想起来我家没有料酒 葱姜也没有 怎么去行呢 放个大蒜吧 先给它煮熟吧 咱们做饭讲究的就是一个熟食无忧 然后我们把其他的蔬菜切成丁 我感觉做汤都比较简单吧 就是把一堆料切碎了 放水里煮开就完事了 是不是变成丁了 就给它切成块就行了 是不是又不是开垫 就自己在家吃随便找 我这个刀怎么这么炖呢 它一点也不快 很垃圾 然后呢 再这怎么没洗干呢 再切点这个芹菜 把它这个根切掉 这个芹菜我看怎么切 再从中间 拉 拉歪了 但是呢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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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芹菜的切法 OK蔬菜都切完了 然后把这个包菜切了 我这个包菜放时间有点长了 外边都黑了 根都烂了 赶紧给它消灭 我就切个三分之一 剩下三分之二 我到时候得水煮菜吃 包菜是不是不用洗 因为它里边保护的很好 应该不用洗吧 还是洗了吧 到时候又有人说我不洗菜 包菜就不用切了 就手撕包菜了 然后我们再切一下这个肠 这个好像是螺葱汤必备了 说一次 切成片就行了 这外边这个皮是啥 这能吃吗 这个外边这个皮 我这什么垃圾刀工啊 这是 切完了这个肠 然后呢 我们还要准备两个去皮的番茄 这个番茄给它切个十字头 用这个小锅烫一下番茄 OK这个猪骨 应该焯的差不多了 一股猪味 臭臭的那怎么 给它们先盛出来 我好把这锅刷了 怎么这么臭啊 果然是因为我没放料酒的原因吗 OK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炒了 先放一块小黄油 然后把蒜放进去 正常要放洋葱 但是我家没有洋葱 好点算让它变西洋一点 可能是 把这个芹菜放进去 炒一下 胡萝卜后放 胡萝卜后放 进去一点也没关系 然后加入这个什么 去皮番茄 给它炒出汁水 你最好是把这个番茄 切成小块的 但是我是可以在锅里进行操作的 我这个芹菜是不是有点多呀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猪骨也夹进去 倒入一些开水 我直接把煮番茄的倒进来了 加入海盐黑胡椒调味 来两勺海盐黑胡椒 黑胡椒 放多少放三下吧 放两勺放进去 两勺差不多了 小火给它炖一个小时 这叫什么 茄式猪骨汤 茄式猪骨汤 盖盖小火一个小时 差不多了 我都打两把游戏了 感觉非常浓郁耶 让我看看 但是感觉有点太稀了吧 把我们的那些菜放进去 胡萝卜 包菜 哎呦我这料也太丰富了 也太多了吧 再把我们这个大红肠也放进去 再放点啥 我看看再放点啥 放点奶粉啊 更加浓稠香甜啊 这一大锅啊 满满等等的呀 这锅我都买小了 这罗宋汤让我做成东北铁锅都冷 但是我感觉味道能不足 解放了我得买个高压锅啊 专门煲汤的 再煮一把游戏的时间吧 我再去开一把 感觉差不多了 看着怎么样 位置感觉真不错呀 尝一口咸淡 开店了 开店了 解放去开个罗宋汤店 东北钻炖板罗宋汤啊 我都说了 赶紧尝一口 先来口汤吧 浓食锅就是精华 很甜 很甜 尝尝这个大包菜吧 煮了一个多小时 入口即化 尝尝这个萝卜 不是萝卜 是胡萝卜 胡萝卜和芹菜 里边还有一些这个 番茄实体 番茄碎肉 我只能说真不错 然后再来一块 这个什么大红肠 感觉切得有点厚 红肠那个味儿 就是红肠那个味儿 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尝一口猪骨 好吃 这个肉都炖没味儿的 好香的猪肉 蘸点烫 这晚上都不用做主食了 吃两盘这个 有菜又有肉 可以说是非常简单 如果你家有这个 什么多余的剩菜呀啥的 就是一锅端了吧 非常不错 这个肉炖的很棒 我五来都 你这个肠一般说出来 不具味儿了 OK 因为之前邻居送了我一点洛松糖 所以咱们就是礼上往来 也送他一碗 让他品尝一下 给邻居尝一点 他一开始就给我了一个小碗 我说你拿个大的 报答一下邻居的WiFi指引 看没看到 每次我说我做的好吃 怎么都不信 这回事别人验证了 晚上塞波把锅里那点热了吃了 真不错 真不错 OK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播放完了 点赞关注 OK 很暖心的